她正要问询些什么,突然听川兄喊了一句小心,便朝她扑来。 小妖被川兄撞了一个猎切,摔倒在地,只听到刀刃破空的声响,还有川兄的闷哼。 转头看去,一个黑衣人,一把刀正明晃晃地插在川兄的右胸口。 小妖急忙催动腰间玉牌,照西城前来。 自己则从发间拔下一只金布瑶,扣在手心里。 黑衣人见一击尸首,拔出长刀,做事玉玺向小妖。 一向孱弱的川兄,此刻却如野兽一般,用身体大力撞向她,黑衣人身体失去平衡,顿时与川兄一起摔倒在地上。 此刻西城终于赶来,如流星赶月般冲向黑衣刺客。 那次客箭时机已失,当机力断地扔出毒烟,转身远远逃顿。 西城不敢去追,捂住口鼻,用灵力将烟挥散,冲过去找小妖。 小妖除了发际有些散乱之外,并无异样。 西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,扑通一声,便跪了下来。 属下罪该万死,一时不查,害王姬遇险。 西城本一直守在小妖附近,突然听闻响动,便过去查看,谁知中了阵法埋伏,连警戒信号一时也无法放出,纠缠了好一会才脱身赶来。 苗普此刻也感到了,神色焦急,气喘吁吁,显然也是遭遇了一番缠斗。 小妖说,我无事,川胸受了伤,敌人已经逃走了。 川胸,受了当胸一刀,又豁出性命与刺客纠缠,失血过多早已昏迷在了一旁。 小妖咬破指尖,为了几滴鲜血到她的唇上。 是她大意,见未做好,药也没带,只带了两个人垫入园采摘。 西城明明提醒过自己,府中不安全。 她以为苗普,西城都在,枪炫暗卫也在,只想调出幕后黑手,却没想到险些害了自己和川胸的命。 王姬,您! 看到小妖自咬指尖,西城惊呼出声,苗普也上前了一步。 小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,莫要让旁人知道。 我的血! 苗普,西城皆面色凝重,点了点头。 一左一右地守在小妖身侧,提防敌人来袭。 不多时,川胸悠悠行转,嘴唇依旧有些苍白。 她看着小妖,又看了看周围,虚弱地问,你还好吗? 小妖点了点头。 你伤得很重,先别说话,待会让府上医师给你开几副药。 放心,有我在,你死不了。 川胸微微一笑,闭上了眼睛。 小妖几人正准备离开后园之时,枪炫带着一众暗卫,火急火燎,凌空而至。 小妖! 枪炫高声呼喊。 小妖抬头朝着枪炫笑。 哥哥。 枪炫扶着小妖,上下打量了一番,看她并未损伤,才放下了心,转头贺问苗圃与西城,贼人呢? 西城与苗圃齐齐下败,属下无能。 让刺客跑了。 枪炫目自欲裂,刚欲发作,就被小妖拦了下来。 哥哥,算了。 这次的刺客不止一个,似乎还有一些别的目的,先查出真相要紧。 枪炫皱眉,拉着小妖。 先回去。 回到府邸,安顿好川胸,枪炫,小妖与西城,苗圃仔细复盘了一番,确信刺客的目的从头到尾就是小妖,并且是有备而来。 知晓小妖身边防卫力量薄弱,甚至事先设下了圈套,引开西城,缠住苗圃,刺杀小妖。 若不是川胸拼死相护,小妖性命危矣。 此前西城说,曾在府中感应到一股陌生灵力,那人实力甚至还在他之上。 我曾怀疑过,是王叔派来监视你的人。 小妖说。 枪炫点了点头。 这些天,我的暗卫也处理过一些王叔的人,是我疏忽了,应该多往你院里派些人,我本以为王叔的目标只有我。 或许是因为未曾得手,恼羞成怒,才盯上了你。 枪炫愧疚地说,是我牵连了你。 小妖摇摇头,是我自己决定跟你来西岩的,有事情就该一起面对。 思量了一阵,眼珠一转,记上心头,随即笑盈盈对枪炫说,哥哥,虽然我们没能抓到刺客,但是我们可以造一个刺客出来,给王叔们添点麻烦。 二十八话,夜兰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,水运腐丝后衙,枪炫的起居住所。 小妖笑嘻嘻地盘坐在竹席上,一语惊了众人。 枪炫正位放走了刺客而满腔懊恼,文言立即正经微作,听待小妖的下文。 此言何意? 小妖也不再卖关子,漂亮的眼眸里演去了笑意,竟是森森寒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